跳電部長 王美花下台 跳電部長 王美花下台 跳電部長 王美花下台 王美花下台 這個是經濟部提出來的報告 各位 假設你仔細看 這個報告 都是抄去年815 817的舊的報告 非常的不用說 515 517 抄 515跟517的報告 這個報告 抄來了 而且把全部的責任 把全部的責任 推給基層同仁 找一些替死鬼 國民黨表達最嚴重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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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這些五項改進措施 都是舊的 也是超舊的報告 這些報告 這些五項的 對策 早就要實施 所以要成立 風險控管的專責單位 要提升相關人員的風險意識 開什麼玩笑 台電不是昨天來成立 台電不是昨天來成立 所以國民黨 在此表達最嚴重的抗議 另外 會連續跳電 蔡政府執政以來 跳電的頻率越來越高 規模越來越大 很重要再講一次 規模越來越大 頻率越來越高 最重要是能源政策錯誤 廢核家園 2022廢核家園 根本不可行 這個報告也沒有任何的檢討面對 所以國民黨團 在這裡 表達最嚴重的抗議 表達最嚴重的抗議 另外 特別講 那五項措施 都是舊的 那為什麼過去經濟部 經濟部是台電的主管機關 那王美花作為部長 沒有責任嗎 沒有責任嗎 這個時候才提出來 所以王美花部長 不用護主管機關的責任嗎 不用護政治責任嗎 所以我們在這裡 為台灣 兩千三百萬民眾的 用電的基本權益請命 也希望 也為 所有產業需要用電 為他們請命 所以在這裡除了表達 嚴重的抗議外 我們要王部長下來 王部長下台 王部長下台 王美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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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提一下 蘇貞昌未留王美化的理由 說給他六個月留下查看 督導台電的電網 各位 王美化不是沒有督導過 去年的五月 他就已經開始督導了到現在 十個月過了 還是跳電 還是大停電 已經說明了 王美化是無能處理這個事情 讓別人做吧 負起政治責任 問你自己的臉皮來保留一下吧 想想林佳龍 因為台鐵的事情 下台 下台了 看到原來的李世光 也下台了 張家駐 因為高雄氣爆 說是總有管理不善 他也下台了 這些部長看到我美化 目前這樣子的被優惡的待遇 這幾個部長可以去撞牆 這幾個部長撞牆 他們真的不需要下台 民進黨執政沒有責任 內閣這個問題 沒有負政治責任的事情 光美化怎麼好意思還坐在這裡 他不是應該自請處分了 他應該請辭下台 連請辭下台的勇氣都沒有 還好意思坐在這裡 已經十個月給你改善電網 證明已經證明你沒有能力改善電網 所以蘇貞昌再給他六個月 這完全就是包庇 為什麼 他就是不敢得罪蔡英文 還有另外說 要保到他要下去參選 謝市長 完全政治考量 我們希望 台灣這麼的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要起碼的民主政治 就是責任政治要挑起來 可以下台的啦 王部長 你指派我們經濟部的市長 曾文生 擔任 台電的代理董事長 他到底有沒有能力 來檢討台電 這一份303停電檢討的報告 完全就是超去年513跟517的報告 而且在報告當中 完全沒有提到 台電目前面臨夜間尖峰時間調度的問題 早上有太陽能光電 太陽下山之後就沒有太陽能光電 在夜間調度 你的尖峰用電 尤其在這一次的303停電當中 南部地區在太陽下山之後 面臨非常嚴重反覆停電的問題 你如果過去一直在監督再生能源政策 但是你作為一個代理的台電董事長 你有沒有能力去帶領台電給整個台灣 一個穩定供電的能力呢 你說台電的新進人員是需要極力的栽培 那過去我們一直依賴台電中間的這一層幹部 在過去幾年當中 是不是因為 蔡政府的能源政策的反覆 導致他們流動率增加 沒有辦法能夠提供台灣穩定供電 我認為我們經濟部一定要嚴正的去檢討 我們今天在這裡就是希望王美花部長 你可以負起責任告訴我們 未來台電以及整個經濟部 怎麼樣子能夠強化我們電網的韌性 沒有電網的韌性 你怎麼講穩定供電 你沒有邊經費 你怎麼講穩定供電 你們根本就是只說不做 可以看到手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氧根據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蠶酸味酸甜好刀 Justin捅子